全红禅为什么能火遍大江南北 加入国家队才7个月 国际大赛经验为零 背后力挺她的人是谁 你知道吗 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舞跳 三个满分直接经验世界 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天使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超强的个人能力和独具的人格魅力 因为疫情延期的东京奥运会 更重要的一点 她遇到了赏识她的伯乐 因为有了周继红的力挺 才有了现在的全红禅 今天小林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跳水梦之队的掌舵人周继红 1965年出生于武汉的周继红 原本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后来因为身体条件优越 被跳水队看重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 作为国家队出战的她 在女子十里跳台上完美发挥 拿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跳水金牌 而当时周继红才19岁 1986年 周继红选择了退役 后进入北京大学习英语 当时的周继红是因为特招进入北大的 英语底子很薄弱 当时的奥运冠军还不少招人冷眼 但周继红不服输的精神 让她越挫越勇 反而激起了她更加要学好英语的决心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 中国跳水队发挥不是很稳定 甚至一度陷入了低谷 1998年周继红林威寿命挺身而出 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执教生涯 而显然 她的执教理念和管理水平也是顶尖的 在第二年的世锦赛中取得了九枚金牌的好成绩 纵观奥运会的成绩 从悉尼奥运会的五金 到雅典奥运会的六金 再到家门口北京奥运会的七金 中国跳水队一直稳定输出 在此次东京出征之前 周继红曾放话说 中国跳水队最大的对手就是自己 只要队员不出问题 任何人都不能从中国队手中抢走金牌 回顾东京奥运会 中国跳水梦之队 拿到了七金五银的傲人成绩 周继红不仅敢于大胆启用新人 对伤害队伍的人也绝不不惜 雅典奥运会名声大噪的田亮 开始迷失自我 经常以身体为由 推迟训练 还擅自接了很多广告和商业活动 周继红并没有给予田亮特殊待遇 毫不犹豫地将他开除出了国家队 而周继红当时的这项举措 让田亮的很多粉丝非常不满 这也让周继红背负了很长时间的舆论压力 好在中国游泳队后继有人 田亮被开除也慢慢淡出大家的视野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 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 中国小将张兴华 遭到了国际裁判的恶意压分 周继红当时就怒了 直接拍起了裁判的桌子 要求公平对待 后来周继红经过深思熟虑 他选择去了国际泳联任职 在国际泳联任职期间 还将一些优秀的中国运动员的动作 作为示范样本写入了打分规则中 不仅如此 周继红还鼓励退役运动员退役不退休 争取退役后能进入国际泳联 争取成为国际跳水裁判 他甚至自掏腰包 让郭晶晶陈若霖学习英语 郭晶晶出征 东京奥运会做裁判的消息已经发出 也是瞬间引起轰动 郭晶晶随后澄清到自己去东京 并不是给选手打分的 而是给东京裁判打分的 周继红的英明决定 他鼓励大家加入国际泳联 其实只是想要得到一个更公平的待遇 长久以来 大部分都是欧美裁判打分 曾一度让中国运动员遭遇不公平待遇 甚至是恶意压分 周继红的这些举措 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他为中国游泳队做的一切 大家有目共睹 他可能没有刘国梁 郎平那样家喻不晓 但作为中国跳水队铁娘子的周继红 同样战功赫赫 值得所有人钦佩和学习 大家好 我是小玲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精彩体育内容